据环球网援引央视客户端讯息,本月6日讯息,当天,伊拉克驻伊朗大使甘迪勒参加了伊朗的一个会议。 会议期间他重申了伊拉克对伊朗的支援,表示伊拉克在跟极端组织的战斗过程中,损失惨重。 需要伊朗的经济和技术支援伊拉克重建。 在此期间,伊朗一直都坚定地站在伊拉克身边。 如今,伊朗遭到美国打压,伊拉克也会坚定地跟伊朗站在一起。 我们知道,伊拉克同时是美国和伊朗的盟友,领土跟伊朗接壤。 同时,境内还存在大量的美军基地,在美伊博弈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。 毫不夸张地说,只要有伊拉克在,美国就不敢对伊朗进行军事方面的行动。 因为伊拉克境内,有超过十万的什叶派民兵。 跟伊朗关系极为密切。 并且伊拉克总统在上周的时候,曾明确表示过,绝对不会扮演跳板的角色。 让美军通过伊拉克进攻伊朗。 这导致美国在近期调往伊拉克基地的美军,完全失去了作用。 把特朗普给气得够呛。 同时更令特朗普担心的是,目前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,被搞得如同人质一般。 之前美国就接到情报,发现什叶派民兵有异动,准备袭击美国基地。 美国立刻撤走了在伊拉克的全部非战斗人员。 虽然这些人员不会轻易动手,但是对美军的威慑力非常大。 毕竟这里不是美国的地盘,满打满算也就一万多人美军。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? 哪怕装备再好,也得不过伊朗伊拉克这种地头蛇。 毕竟美国在中东吃了多少亏,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绝对不敢轻举妄动。 除了在军事方面的知人以外, 伊拉克对伊朗在经济上的知人也非常大。 首先是在石油领域,在美国取消了全部的豁免权的之后, 伊朗就跟伊拉克签订了伊朗子协议,扩大在石油方面的合作。 大意就是伊拉克通过一个双方共有的油田,帮助伊朗卖石油。 其次则是普通的贸易往来。 在最近的一个财年当中, 伊朗对伊拉克的出口超过百亿美元, 从比增长近四成。 在伊朗石油被遭到封锁的时候, 这笔收入,无疑帮了伊朗大忙。 目前,双方仍在不断扩大各个领域的合作。 这种局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。 美国多次试图突反伊拉克, 但都没有成功。 反而被伊拉克千方百计的刁难。 最终搞得美国进退两难。 实际上这也很好理解。 伊拉克这个盟友, 是美国硬生生打出来的。 根本就不可能对美国死心塌地。